黄三太太李家店前打比武啊 这消息可就穿出来了 哎呀 那简直是不禁而走啊 好多人都知道 这哄难可太大了 因为赵尔敦如果要是把黄三爷给胜了 那这四半天就一笔勾销了 人家赵尔敦啊 那就 熊瞎子打一声了 一手遮天了就 如果到时候要是败了 那么这些银子也不用再找别人借了 他一日就全部承担了 这一万两我就给你拿出去 你看赢了我 一万两白银 立刻奉上 赢不了金标留地 不能给了多个纪念 大伙一看这能不能托个人 把这事给咬一咬啊 就托几个朋友 到时候给说喝说喝 这都来不及了 因为什么 赵尔敦已经得到消息了 他也把秦简杀出去 请了好多的朋友 按照黄三太定的这日子 我要到李家店去领教领教 这四百天之中的其中 这么一位 大名鼎鼎的黄三太 我要见见他 一传十十传百 但黄三爷率领着 好多朋友 赶到李去见的时候 好 这河间鼎啊 大小旅店都住满了 怎么回事呢 来看热闹的 有的是特意 赶来的 要见识见识 可其中有好多人 都替两下担心 那就是谁的朋友 向着谁了 那位也有不少人去 串刀论 说您最好别跟着打 到这一家 说这话没用 怎么难得 他给我送上门来 怎么能不打呢 话虽如此啊 可您那位 不是等闲比武 串虎相争 这必有一山啊 说什么也没用了 只好 就等到这一天了 七月十三 李家店 能有啊 高大比武台 看着 人三人的海 这用起不动 黄三太和道尔顿全到 东看台上 是斗寨主 西看台呢 是黄三太 大家坐在这 还互相看了看 直到今儿子 吹出的命不可 哎 和监府 没管这事吗 哎 你还别说 在和监府的官员呢 也有决定 哎 不咱没限制 而且还派员 谈押 还维持秩序 看今天 这二位到底 要比出个谁高 谁低 来 感情斗寨主 在和监府 这一带 好吗 坐下乱晃 都知道 甭问 人家这官府 已经全都打击好了 这儿 黄三爷坐在这儿 看了看 他知道 道尊这人 从来没见过 这是第一次见 离得远 看不太清楚 这也不像 比武打类 说拳的南山猛虎 叫踢北海苍龙 打一拳 给多少钱 踢一脚 给多少钱 这用不着 哎 一见面 就是两位为首的 一个是为了 要这只金雕 一个呢 要扫灭四八天 这道崩溃 等着时间到了 狗仔容易挺身 站起来 这位兄弟 给我看着点 好 今天我要会一会 这位黄雕头 双勾 撒 随着这一声令下 跑过了两个楼楼 一个人 捧着一只 虎头勾 他这勾啊 和普通的 那个勾 可不一样 怎么 就光说 他这勾这勾面 一般来讲 那虎头勾也好 月牙勾也好 都是二指宽 就跟那个宝剑呢 那个宽窄差不多 哎 就就就行了 他这虎头 有一巴的宽 那个大月牙子 这都两个 这么明白呀 一个人呢 捧这双弓 捧不动 这两个楼族 一人捧着一只 道尔敦 尤尔敦 尤大队哥 看台上下来 登上比武台 望着这么一站 黄三爷过来 两位站在这 这台互相打亮打亮 草 黄三太 倒嬉口了不起 怎么 多尊啊 好威风 看此人身高 八十太外 闽似生泄太 那张脸清晰晰蓝娃娃的 花手没席露天仓 那眉毛都一个说一说的 海下一股死人 那胡子红的 他隐功一照 这真是红胡子蓝脸啊 这天便把在脖子上盘着 浑身上下小衣巾 短大半脚下 还冲倒点靴子 他把死板大胆带碎了 往体这么一围 冲着三爷一共手 黄老准手 今天 耳朵不财 领教育 说的这儿这么一抬头 就把双钢踢过来 是高分左右 三爷一看 单招直入啊 不用拳脚 少了就动兵器 老英雄 点了点头啊 看 董寨主 多有得罪啊 黄某动工了 啪 抬手 把紫金刀亮出来 刀攻这么一闪 是神闪发光啊 好 使得斗宅逐渐是一愣 比如说这口刀是切金断玉啊 今天我得格外小心 按个一样式子 什么东西碰了黄三爷一下 什么呀 是他的暗器 散开心想 今天 如果动武不行 我只有是甩一刀 取胜 就在这时啊 直轻大街上一阵大乱 从远处 来了十几匹骏马 哼 真有点万拿奔腾之势 好吗 把这儿啊 变成赛把场子 一载着工夫 风驰电车 这把就到了比武台前了 这些好汉 都把坐骑勒住了 为首都以为 年纪在五十多岁 生的是中等身材 是春白爱素 头上戴着马里脖子大索帽 大家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老头好漂亮啊 你们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啊 这就是江湖上 大名鼎鼎的凤凰张妻 张冒龙 感情他刚得到了信息 这才赶来 张冒龙下了马了 把坐骑交给弟子 上了比武台了 他望这两位英雄 跟前这儿一站 兄台贤弟 二位秦较 一喝 黄三菜和赵尔敦都愣住了 怎么会是坏了 了是人来了 看来这位张企业啊 要平息 这场争斗 这好办 就怕他说出这样的话来 哎你们这都是多年文明的好友了 这是干什么呀 不要如此 这个就麻烦 怎么了 因为凤凰张妻啊 为人特别政治 人性也非常好 陆林中提起他的好多人 那得说是双挑大致 称赞不礼 他和黄三爷 有交情 和这个豆尊呢 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 他们不单是好朋友 感情他们还是师兄弟 曾经是一师之徒 论者赵尔敦啊 是凤凰张妻的师弟 在赵寨主学艺的时候 他脾气暴躁 艺还没学成呢 他把人给打伤了 把老师给气了 学武是在什么呀 是为了健身 防身 要不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 不能动手伤人 你怎么能这样呢 把赵寨主给开除了 到时候一窝囊 病了 卧床不起 张茂隆就在病态前伺候 一直啊 把赵寨主的病情 给僵养好 赵寨主把它看作是温雄 对这感情特深 今天比我这事儿根本都没通知他 黄三太也是如此 没告诉张茂隆 他这是文风赶来的 这怎么办呢 二位这一发呆 风赶张茂隆看出来 他笑了 二位 不必如此 怎么 我不是来啊 当和事佬来了 不是给二位来了 是来了 那平几啊 这场比武不是 为什么 我倒想给二位做个证人 虽然你们两位都没通知我 但是作为朋友之一 我不能不敢来 亲自来看 再说 你们这个前前后后怎么个经过 我总听人跟我说 一位 如果要是败了 作为窦寨主来说 拿出文银万两 你黄三也不用 拿这个金镖去借钱了 但我就团包了 万两白银 别人嘛 要往往一拿还困难点 有点板手 围固在我大龙山这 那是小刺一碟 不算什么 掉个痘似的 我帮着帮着你 可是 我要打败了你黄三太人 从此 你们江湖四把天 就给我掌笔勾销 销声匿迹 把三只金镖交给我 不要再提非镖黄 那就这么个条件 是不是这样 二位见头 哎呀 七哥 您这消息可真灵懂啊 不要夸奖了 既然如此嘛 我为什么要当这个正人呢 就怕 说了不算 其实你们都不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 但是一旦 要出点差池呢 哪方出了 哪方不承认 耍赖了 那怎么办呢 你们得把这银子摆在这儿 把金镖放在这儿 有目共睹 让大家都在这儿看着 那么赢了也好 输了也好 必须是四面见见 说个白话 就手不沾面 面不沾门 干净利索 都在这位听着 高兴 心说师兄啊 只要您不了事 您不替黄三菜说话 那 那我就 再也 感激不过了 怎么 要不然 你把我给捐面了 得把我 窝南外头 一万两吗 两万也行了 盘银子 这银子摆着 开始了 看台上那些人 有认识张熙的 有知道他们这层关系的 也都挺担心 怕张熙 拿着面子一卡 得了看我了 算了吧 大话小小 话了了 各位来来来 大家难得的一句 碰碰碑 银子两种 然后啊 各自登城 这事就算完了 你是这多麻烦 大远折腾一趟 这不白来了吗 来了这么多英雄 当然是各怀心服势啊 作为黄三菜的朋友 都替三爷较劲 愿意把这盗农给盈了 作为盗战主的朋友 还愿意从此扫 平四把剑 狂什么也狂啊 咱们盗战主 全给大趴下了 那多提气啊 可张梦荣 要一说好话 一活稀泥 这可就麻烦 感情不是这么回事 哎哟呼 大家选择 是一席鼓掌啊 这像暴风肉鱼啊 咱们坐的全听见了 后边没听 那可以跟咱们打听 咱们去多高兴了 七爷感情不是来搅和来了 啊 来做一个公证 那年头没有公证处 就看凤凰张七的了 说完之后他哈哈一笑 二位 今天就不能比了 明天再说吧 那么现在这还比什么呀 现在把事情都弄明白了 都在主这边 要招待张七 那边呢 也去请 疯狂张七一看都不必 怎么 我到哪里就都不合适 因为呢 咱们都一般远近 虽然说亲戚远近朋友 后保 我和二位都是过命之教 我没法啊 去这个骚扰 我该住店住店 该吃饭吃饭 什么也甭管 明天早晨 继续比武 多得开启啊 这凤凰张七一到啊 今儿这周不能比了 第二天啊 老早八早 四个天 跟几个拳起来 来到黄三爷的跟前 对三太提了个要求 什么要求 无论如何 今天您得让我们上台 见进这位咒诈主 我们不好意思说会会的 因为他要扫平四把钱 他要说 对您一个人 说把您打败了 您把三支金标交给他 从此引顿江湖 我们没得可说 看来他这个伙 不是对您一个人 他说的是 如果打败了您 就把四把天掌比勾销 那我们哥几个都在内 我们一定得会会这位 高宅 各招神普大鱼无关点 一口同声 黄三爷为难 黄三太很聪明 他明白几个兄弟的一番苦心 意思是 我们先替您趟趟路撒 拳脚也好 兵器也好 我们先和这斗寨主较量较量 那么我们这一笔根下棋去的 那道理是一样的 怎么跳马 怎么出局 回头我们这一较量 您坐在旁边一看 就把斗寨主的这个全都看明白了 你心里好有个底数 但是三太替这几个担心呢 因为什么 武术界这样就 三场不让步 是举手不留情啊 你们说是较量较量 这斗寨主 憋得活挺大 一旦出点什么意外呢 是这么个意思 哥他看出来了 三哥你放心 即便出了意外 我们也心甘情愿 不信您外面大伙 我们不是跟你瞎搅合 确实有道理 因为他不是对您一个人 三太太 好好好 如果几位非要去较量 那么去个一位两位 话又说回来 人家斗寨主啊 黄三太没好意思说 人家还不一定跟你们比呢 能不能把几位放在眼里 不厉害 这些喝大价 这就 这么上了干台 各纷纷落座之后 赵寨主 看了看他身边的人 一夜之宫 不知道黄三太有什么准备了 我得心思过去 旁边也有人替他担心啊 我说大哥 这样行不行 忘了过去 不必不必 斗寨主不慌不忙 上了比武台了 请三太出场 没等黄三太过来 贺赵雄来 斗伦就明白 这是人家兄弟几人商量好了 好 先把他身边的人打坐过来 跟我较量较量 斗寨主 不是傻子呀 明白了 这是来蹚蹚路子 呵呵呵 他心中有点爱笑 笑什么 笑这四八天 名声挺大 听说武艺 也不低 可就有一样 确有一样 怎么回事 把自己呀 看得太聪明 把别人都看成是傻子了 你想一想 这我姓斗志能不明白吗 你们这是替黄三太来趟路子来 让他看看我的武功 好啊 贺赵雄登台还是那番话 怎么都带着我久仰大名 总想到大龙山登山拜访 由于穷士缠身 总得充分 今天呢 难得这么一个机会 也听斗寨主 您说了 要把四个天使掌笔勾销 你要做江湖上 都把天铁罗汉道论 那么我呢 今天 想在您跟前讨教几招 可以 斗寨主 微微一笑 贺壮士 怎么比呢 你说 全叫兵器 暗器 皆可 复杂也行 简单也行 复杂 那咱们就一招一拾 要是简单的 那么你一拳 我一拳 一人打 一人三拳 这也可以 而且我还让贺壮士 先动手 你看 下棋一样 红弦黑后 多客气 我让您先走 您别看这第一步 第一招 那是非常之关键 何兆熊 暗自点头啊 铁罗汉 有点傲气呀 真是一高 人胆大 好吧 那我咋愿得如此 咱们就互相啊 激对方三拳 请吧 到时候抓 把长山脱 后边的冰盖 拿过来 把长山接过去 他把这 小块的扭口 也散了 什么意思 得打呀 嗯 你打哪才行 胸前肚腹 两倍 随便 喝 喝 照熊悉看 这是要跟我亮亮 别忘 听到的 你有什么惊人的绝迹 你可要知道 我何兆熊 这拳脚可不是白黑的呀 那么我 讨教了 请 说这个声音 喝着同时 左手一会 一个黑胡潮心 一拳就打过来 都摘着往这儿这么一拳 两手往后这么一背 这可真是拉出一个挨打的架势来 嗯 见额 见脚 全量给对方 您就打吧 砰 这叫窝心炮 好家伙 这要换一般人哪 那可以说这一拳 小子把对方打一条一跟头 亲爱得倒退几步 可是喷这一声 这一声打得到盖住的胸锅上 人家倒轮手温丝没动 贺照熊就觉得 自己这手脚这么一酸 胳膊有点发麻 不好 他服了 铁罗汉 名不虚传 他想收这柿子 都在主跟他开了个玩笑 单纯一用气 这船 踢了都轮向上了 河少雄 脸都有点变色 可这就是一瞬间 就像打散人真一样 一大眼的工夫 都站住 砰的一下 叫什么这口气 一下 使得河少雄倒退了好几步 一摘呗 好悬啊 该我还招了 他回敬了贺照熊一拳 一拳 就把贺照熊由台上给打下来了 不过 我会拖了贺照熊用台 不要再拖了贺照熊一拳 我会拖了贺照熊一拳